大家好,能活着真开心啊,我们从来没有感觉不好的时候,我们从来没有对自己,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觉不好过,没有比能够在最前线工作,努力建立这个生意更让我们开心的了。 曾经有一段时间,我们以为我们做成了这个生意,不用再做了,从此可以退休,享受生活,感觉很狭义,可是突然间,我的心里出现一种巨大的空虚感。 我这么说,不是要吓唬刚刚进入这个生意的新人,因为他们在想,我要赶紧做成这个生意,然后不再做了。 你们会慢慢发现,当你开始这个生意的时候,你只是想着你自己,你想建立你的团队,以便你能达成你的梦想。 当你实现一些成功之后,你会发现这个生意的全部意义,其实在于利用这个生意作为工具,来帮助别人实现他们的梦想。 大多数人开始这个生意的时候,他们的意思也许不是这样,但是他们的行动给别人的感觉是, 我要利用别人来建立我的生意,你虽然不是有意这样,但你在心里就是这么想的。 大多数人开始时,都有点担心讲计划,因为他们害怕去逼朋友,逼得太紧,害怕去追赶别人,他们害怕有一种入侵别人的感觉。 因为在他们的思想中,从某种程度来说,他们是在利用别人来促成我生意的成功。 在做这个生意一段时间后,你才会意识到,你真正要做的事情,这也是你唯一可能成功的方式。 那就是,把这个生意当做一个工具去帮助他人,突然之间,你会发现,啊,我是背负着一些责任的,对吗? 我有着这么好的一个工具,有什么理由不跟别人分享呢? 那可是我们能做出的最自私的事情了。 一旦我们利用这个生意,实现了自己的梦想,我们怎么可能就这样离开这里? 我们怎么可能对别人的愿望熟视无睹? 有这么多人渴求有更多时间和家人在一起? 有这么多人渴求一个月多一千元来支付账单? 我们怎么可能明明知道这个生意,能帮助人们得到这些东西,而不告诉别人有这么好的工具呢? 所以,讲计划这个概念,其实就是帮助他人,其实就是给别人一个机会来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。 至于他们想不想这么做,并不重要。 所以,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,这不是谁讲的问题,这是谁听的问题。 不管是一个钻石讲计划,还是一个刚刚做到一百分的新人讲计划,都不重要。 重要的是,谁看这个计划? 如果这个人寻求改变,他就会跳起来接受这个生意。 如果这个人不想改变,他就不会有所反应。 这和我们没有关系,一切都取约于他们自己。 关于讲计划的过程,我会从大方向开始谈,然后再谈细节。 首先,你们要明白,任何计划都比没有计划更好,任何东西都比没有更好。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,我可以绝对保证,如果你不讲计划,人们就不会加入,就不会开始做这个生意。 这一点是百分之百可以确定的。 这是事实,你们也许没有意识到这点,但现在你们知道了。 所以,如果你讲了一个糟糕的计划,你的胜算还是比不讲计划更大。 说起来可能有些尴尬,但我真的很喜欢一些滑稽搞笑的电影,比如电影《阿达与阿瓜》,真的很有趣。 当吉姆凯瑞在影片的最后,看着女主角,问他,你说像你这样一个人,和我这样一个傻貌,我们在一起的几率有多大? 他回答道,百万分之一吧。 吉姆对他说,看来你的意思是还是有机会的。 我喜欢这个人,我们的团队也需要这样的人,这是一种好的态度。 如果你讲计划,比起完全不讲计划,你的生意就有机会成长,即使只有百万分之一的机会。 人们经常问我,他们说,查克,我如何才能让生意成长得更快呢? 他们买机票,飞过整个美国来和我见面,以为可以从我这里得到大智慧,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。 我看着他们,问,你真的想知道如何更快发展生意,更多人加入你们的团队? 他们说,是的是的,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。 我说,讲更多计划吧,就是这样,你可以回家了,讲更多的计划。 如果一个小组比另一个小组成长得更快,你知道这个小组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吗? 他们讲了更多的计划,人们还是不相信,以为还有别的秘诀,但是没有,归根结底。 如果你更多的展示你的生意,如果你做了足够多的数字,你的生意就会成长。 即使你讲的计划很糟糕,只要人们在寻找机会,他们就会加入。 好了,说了这么多,现在让我们来讲一讲,怎样讲一个好计划的细节。 这么做,是为了把所有的胜算都放在我们这里,这样的话,我们的胜算就不是百万分之一,而是百万分之二了。 无论怎样,如果你想你的生意快速成长,只管去讲更多的计划。 我记得很多顶尖的领导人都讲过这样一个数字,如果在一个小组里面,有五到八个人一个月讲十五到二十个计划,这个小组只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做到一万分,就是这样。 有人问,如果我想拥有三个一万分业绩的小组,只需要在每个小组找到五到八个人,每个月持续不断的讲十五到二十个计划,然后我开始符合翡翠级别,也就是一两个月以后的事情。 没错,就是这样简单,就是这样简单。 好了,如何让你的团队成员持续不断的讲计划呢? 我知道,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,你们认为应该怎样做呢? 你自己讲更多的计划? 如果你希望你的伙伴每个月讲十五个计划,而你只讲十个计划,你认为事情会发生吗? 肯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。 十六世纪的牧师马丁路德创办了路德教会,人们问他,为什么你的教会发展得这么迅猛? 你的秘诀是什么? 你的机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动势? 他说,这很简单,我只要把自己点着火,然后所有人就围过来看着我燃烧。 生意也是一样,要想你小组的人讲计划,首先要让自己着火,拼命去激励别人是没有用的。 你必须激励你自己,让自己着火,人们才会来看你燃烧,这样他们才能拧成一股力量。 好了,讲计划分成几种类型,第一个是公开聚会,你可以把人们带到一个比较大的会议室,例如在酒店里,或者一个公开场合,讲解大的生意蓝图。 第二个是家庭聚会,你把人们带到家里,最后就是一对一讲计划。 据我所知,聚会规模越大,讲解的就越详细,越有深度,持续的时间也越长,明白这点很重要。 如果你是一个新人,你要开始讲计划了,你去到一个公开聚会,见到一位双钻石讲计划,双钻石当然有很多智慧,很多经验要分享,你把人们带去参加这个聚会。 他可能会讲上一个小时,可能讲两个小时,也可能三天,无论多长时间,我们都应该感激有这样的机会。 但是,有一件事情,你不要去做的,那就是把这个大型聚会复制到你的一对一,完全不必大样做。 我知道有很多人这么做,你在大型聚会上接受培训,然后就去咖啡厅里,花上三个小时,对你的唯一听众作为立场高级别的记忆化讲解。 这样的效果不一定好,聚会越小,时间应该越短,内容应该越个性化,应该越多互动。 在几百人参加的大聚会上,是很难做到私人化和互动的。 但是在一对一的时候,你不应该只是做一场漂亮的演讲,你讲的越多,对方就越害怕加入这个生意,要尽可能简单化,创造一种和谐沟通的关系。 所以,请记住,聚会规模越小,时间越短,讲解内容就应该越简单,越具体,越互动。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讲计划的五个具体步骤,这五个步骤适用于各种场合,包括大聚会,家庭聚会,一对一讲解等。 只不过,聚会规模越大,内容就越详细,让我们来看看这五个步骤。 第一步是交朋友,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,那些力量型,也就是低型性格的人,你们一定对我很生气,你们说,真的有这个必要吗? 真的吗?我没有朋友,不想有朋友,也不想交朋友,他们认识我就已经很好运了。 对于地形性格的人,我们总是告诉他们关于生活的两个事实。 第一,神是存在的,第二,神不是他们自己。 我记得有一次,我问我的领导人丹威廉斯,你觉得这个生意究竟是什么? 他说,这个生意从根本上说,是一个很大的社交俱乐部,人们在同一个地方购物,然后一起致富。 这是一位皇冠大使讲的话,在这个大社交俱乐部里,如果大家没有感情,那怎么可能运作得好呢? 所以,我们需要交朋友。 如何交朋友呢? 我要让问题保持简单。 今天,我会给你们看一些小小的步骤,交朋友的过程分两步。 第一步,向对方问问题。 在进入别人家门之后,我会四处看看,然后问问题。 比如,墙上的照片是你们家的全家福吧? 或者,你看到餐桌上有滑雪杂志,然后就问他们是否喜欢滑雪。 这些都是显然的问题。 问问题是很重要的。 很多人在这一步做得很好,而在第二步就做得不怎么样了。 第二步,让他们说。 这两个步骤是密切相连。 首先是问问题,然后是让人们说话,这是不同的。 对于有些性格特征的人来说,让别人说话,不打断他们,也许是件痛苦的事情。 但这一步非常非常重要。 交朋友,还有另外一点非常重要,就是我们说的相关性。 如果你还没有读过性格特征的书,知道什么叫力量型,也就是低型性格,你需要读一些这方面的书。 罗伯特罗恩,积极性格图解和弗洛伦斯的性格解析等,都是谈这四种基本性格类型的好书。 第一类,第一型,行动型,推动者,主动把事情完成,就像找火那样兴奋。 第二类,爱型,活泼型,这种性格的人总是希望别人知道他们的存在。 他们在第一步交朋友上面完全没有问题,他们的问题是,完成第一步后,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。 接下来是C型,完美型,紧线型,分析型,这类人喜欢做事井井有条,是做工程师的好料子。 我的妻子就是百分百的C型,她是我所知道的,唯一一个等了二十年才看星球大战的人,为了能够按部就班的看完这部电影。 接下来就是S型,也就是和平型,支持型。 S型的人让世界能走到一起,他们说不要再斗争了,让我们和平相处吧。 如果没有S型的人,世界就会四分五裂。 所以了解性格类型是很重要的,现在你可以明白相关性的意思了。 如果我对S型的人讲计划,我就要更多的谈到支持团队合作等。 如果我对D型的人讲计划,他们也许不太关心支持,他们觉得他们并不需要支持,是他们支持了世界,因此全世界都要为此而感激他们。 如果我对D型的人讲计划,就会更多谈到利润,谈到要做的事情。 我会说,领导人都做这些事情,这些是D型能够有同感的事情。 如果我对爱型人讲计划,活泼型,就要把这个讲计划营造成为一个能赚钱的社交俱乐部,或者一个大晚会,而不是商务会议。 对于C型的人,就要略举数字,告诉他们能赚多少钱,解释这个生意是如何运作的。 不要告诉我要参加晚会,告诉我要参加一个研讨会,以便获得重要信息。 所以,你们要了解你的罪手,才能建立共鸣。 杰里·美杜斯曾经讲过一个非常好的故事,他说,他有一次去跟进一个人,这个人懒洋洋的坐在他的摇椅里,双脚搁在桌子上,双手抱头,慢条丝里的说,杰里,我真的不知道,完全是一副不投入的样子。 所以,杰里就走到他身边,也像他那样,坐在另一张椅子里,摸脚放在桌上,双手抱头,慢吞吞的说,我明白你的意思,这就是相关性。 如果你在跟一个人讲计划,你面对他,他向后退缩,而你身体向前,这样不会有任何沟通,所以你需要身体语言的模仿和对称。 这种现象很有趣,模仿和对称的意思是,如果对方身体前倾,你也要前倾,如果对方向后退,你也要向后退。 如果他们双手交叉在胸前,你也可以双手交叉在胸前,这个技巧已经在美国商界普遍使用。 有一次,一个人声称是身体语言的专家,要向我们的小组教授这一技巧,还有其他东西。 我和我的伙伴同意和这个人见面,我们当时已经学习了关于身体语言的模仿和对称一段时间了。 我说,这个人究竟能教我们什么呢?我的伙伴说,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测试看看。 所以我和我的伙伴和那个人就约在餐厅见面。 坐下来以后,我把手拿上来放在桌上,身体前倾对他说, 我对你要教我们的东西很感兴趣啊。 当然,他也把手拿出来,身体前倾对我说,那当然了,你会喜欢的。 我的伙伴已经和我约好了,无论我做什么动作,他都会做相反的动作。 我们的目的是想看看,这个人到底会被我们整得如何? 我们的伙伴这样坐着,身体后仰。 这个人跟我说完后,姿势换了一下,身体后仰,对我的伙伴说,我的课讲完以后,我相信你也会感兴趣的。 我说,真的吗?同时做出前倾的姿势。 然后他说,当然了,那个人就这样换着姿势,和我们谈了大约半小时。 最后,我对那个人说,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模仿者,他在这方面确实不错。 为什么模仿这么重要呢? 因为,如果他们抗拒你的身体语言的话,他们就不会相信你说的话。 你只需要通过做出跟他们一样的身体语言,就可以让他们感到轻松。 这样,他们就会接受你要传递过去的信息。 这就是相关性,身体语言,性格等方面的内容。 你必须要和人们建立沟通,向他们问问题,让他们说话。 人们最喜欢谈论什么,是他们自己。 让人们谈自己,跟他交朋友。 在讲解计划的时候,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交朋友。 不管你们要谈的是不是地球上最好的生意,如果人们不喜欢你,他们不会愿意跟随你。 现在让我告诉你,在讲计划最后要问的三个关键问题。 这和你培养的人际关系有很大联系。 这三个问题是你要问自己的,而人们对他们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才行。 问题一,我能相信你吗? 讲计划结束的时候,如果你和听众之间有了足够好的沟通,你们成了好朋友,人们当然可以相信你。 问题二,你有承诺吗? 没有人会比讲计划更兴奋。 如果他们认为你不够承诺,他们是不会对他有任何希望的。 所以,他们会问,你是有承诺的吗? 他们要相信你对这个生意百分百承诺。 第三个问题,这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,那就是你关心我吗? 你关心我吗? 如果他们觉得你只是为了发展生意而利用他们,他们就不会想成为你的团队一份子。 谁希望被逮住呢? 他们是否相信你已经问了足够多的问题,已经付出了足够心血,来了解他们的内心和思想,让他们认为你的确是在乎他们的利益。 这样,他们就会说,没错,这个人的确在乎我和我家人的生活,在乎这个生意能够我带来的东西。 所以,三个问题,我能相信你吗? 你有承诺吗? 你关心我吗? 通过和双方交朋友,我们的生意才能真正开始。 好了,你们准备好听第二步骤了吗? 第二步是,找到和培养他们的梦想。 找到和培养他们的梦想。 做这一步之前,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。 做这一步之前,任何事情都不重要。 每个人都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,我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什么? 我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什么? 很多新人在讲计划的时候,总是不停告诉对方说,我的梦想是这个,我的梦想是那个。 人们对此有什么感觉呢? 不太好。 第一,沟通中断了。 第二,你培养的是自己的梦想,不是他们的。 所以请记住,每一个人都在问这个问题,我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什么? 让我告诉你,没有人,没有人愿意做这个生意。 没有人愿意做这个生意,你们多少人曾经想过,将来有一天我会开着车去讲计划。 没有人想做这些事情的,但我们都愿意通过做这些事情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 这是我今天下午要讲的最重要内容。 我们必须学会阿兰皮斯类型的问题。 他写的书,问题就是答案,是非常棒的书。 里面有五个关键问题,你要问这五个问题,弄清楚人们想要的是什么。 让我们这样说,很多人一讲起计划就很兴奋,只顾埋头讲计划,直接讲那些数字, 以为如果我把这个计划介绍给足够多的人听,只要我们足够兴奋,就有人和我们联系上。 其实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的,要有的话也只是百万分之一。 我们需要弄清楚为什么自己会在那里,这就是让我太太和我不断前进的理由,这也是让你们不断前进的理由。 你为什么要从某个人见面? 令人兴奋的是,当你能认清梦想,培养梦想,你就会变得很感动。 请仔细听,这一点很重要,我可以告诉你们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。 我讲解计划的成功取决于我是否能找到人们的梦想,这是很明显的,因为梦想越脆弱,人们对自己想要的东西就越不清晰, 他们会说,也许这个,也许那个,这算是梦想吗?这能推动他们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吗? 不会的,所以如果你不能清楚的找到人们的梦想,你做的其他事情都没什么意义。 当我帮一个新人起步的时候,我们订好了几个一对一,然后我就和第一个人见面,我们坐下来,开始聊天,创造一个融洽的氛围, 然后我开始问他一些关键问题,来弄清他的梦想。 我喜欢阿兰皮斯的书,他给我们提出大多数人想要的九样事情,财务自由,留下一份遗产,赚更多钱,有更多时间,等等。 我把这些话打印出来,和别人分享,大多数人都想要这九样事情之一。 我会问人们,你的第一选择是什么呢?你的首要激励因素是什么? 我对这个环节很不在行,所以我给人们一张小卡片,上面列着这九项选择,问他,你的第一选择是什么? 很多人会多选好几项,我说,不要选两三项,只选择一项,只需要选出你的第一优先就行了。 然后人们往往回答说,财务自由,他们想拥有财务自由,我说,很好,为什么呢? 为什么你想拥有财务自由呢? 他们回答说,因为我每天工作十个小时,我有孩子,我想和家人待在一起。 我问,真的吗?那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呢? 人们说,这对我有什么好处,这是什么意思? 我说,如果你有更多时间跟孩子们在一起,这样对你意味着什么? 这样我就可以建立更好的家庭关系,我们可以做更多事情,我没有参加过孩子学校的亲子活动等等。 真的吗?这对你很重要吗? 大多数人草草了结这个环节,急急忙忙开始讲计划,我的目标是挖掘人们的感情,我想挖掘得越来越深,直到他们的感情迸发出来。 我会说,那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,如果你们不能拥有和家人相处的那些时间,和小孩子相处的时间,你们不能和孩子一起参加学校的亲子活动,那有什么后果呢? 哦,这太糟糕了,我会错过孩子们成长的大部分时间。 真的吗?你担心这个吗? 当然了,这让我很担心。 你现在有什么计划来帮助你获得那些时间吗? 我还没有其他计划,你看,我要一直挖掘下去,不仅是找到人们的梦想,而且还要培养人们的梦想。 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,你问人们,你为什么想做这些事情?我想要更多的钱,为什么你想要更多的钱?有更多的钱,我就可以买一辆法拉利。 很好啊,你为什么想买一辆法拉利呢? 法拉利很酷啊。 是吗?这个很重要吗? 是啊,开这样的车是一大乐视,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。 这点对你很重要吗? 当然了,人人都希望自己像个大人物。 所以,这个人的真正梦想是什么呢? 他的真正梦想是希望感觉自己重要,而法拉利只是他实现梦想的一个工具。 所以,发现他的梦想是用有法拉利的时候就停下来。 我并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核心。 问题的核心是,他想感觉自己重要。 现在,我就可以针对这个问题的核心来给他讲计划了,这一点非常重要。 所以,要不断问为什么。 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想,在梦想背后是一个情感因素。 你们要找的就是梦想背后的那个情感因素。 比如人们说,我想有更多时间和家人相处,好极了,为什么呢? 要找到梦想背后深层的情感因素。 这个情感因素将会成为一个激励组合,促使人们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,因为他们需要那些结果。 成功就来自这些能量的积累。 每个人建立生意,都要努力和梦想背后的情感因素保持接触。 坦率来讲,你的生意越大,内容就越不重要。 好,让我们回到之前我们讲到的那个新人,我和他定了几个一对一讲计划。 我们当时的情况,不允许开家庭聚会,只能做一对一。 我们和第一个人见面,先沟通交朋友,我尝试找到他的需要。 当时我们还没有阿兰皮斯的那本书,不知道那九个激励因素,我只好想了一些其他问题来问他,努力去找到他做这个生意的理由。 但我一个也没找到。 你们猜猜看,那个计划我讲了多长时间,我根本没有讲计划。 我本来想给他讲计划,是为什么呢? 他似乎已经拥有了想要的一切,那我为什么还要给他讲计划,而达不到任何目的呢? 所以我没有讲计划,我们离开了,我们去了第二个约会,我们和第二个人见面,同样问问题,交朋友,然后我尝试找到他的梦想,居然什么都没有。 所以你们猜猜看,我讲了多少计划? 灵计划,因为他已经拥有一切他想要的了。 我记得,当威廉斯跟我们讲过,他曾经去到一个人家里,那是一间小小的房间里,几乎什么都没有。 可是这儿人却说,我已经有了一切我想要的东西了。 当威廉斯看看四周,问他,那你们他们藏在哪里? 所以,千万不要那样说,除非你已经是皇冠大使了。 然后我们去了第三个约会,相同的事情再次发生了,所以我们站起来离开。 所以我对我的这个新人说,我们还可以给谁讲计划呢? 他说,我刚刚也在想这个问题,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自己讲计划了。 我说,太棒了,现在又有一个人可以独立讲计划了。 当时我以为,我要能多发展几个人,这样我就有更多计划可以讲。 后来我听到一个人说,当我发展一个新人,我是希望多一个能讲计划的人而发展他。 这叫杠杆。 这句话改变了我的想法,无论如何,我们在这里叫人们实现梦想的方法,所以我们需要找到和培养他们的梦想,并找到深层次的情感因素。 好了,你们准备好听第三个步骤了吗? 第三步骤是,推崇团队。 这意味着,给予和你一起工作的支持团队信任度,把信任度交给他们,谈论你的支持团队。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? 不管你处于什么程度,你都要充当信息传递者的角色,而非信息本身。 你是信息传递者,而非信息本身。 请听清楚我这句话。 没有人想相信,也不愿相信,你手里掌握着实现他们梦想的答案,但是他们可能相信你认识某个人,那个人掌握着帮助他们实现梦想或者目标的答案。 大家都听懂了吗? 没有人想相信,也不愿意相信,你拥有着实现他们梦想的答案,但是他们可以相信你认识某个人,那个人有着这些答案。 这意味着,当你开始讲计划,如果都是关于你自己的,突然之间,你把自己置于无所不知,无所不能的地步,你知道这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压力吗? 他们跟你不一定产生共鸣,或者不相信你手上有答案,或者不认为你可靠,或者他们干脆不相信你什么都知道,因为他们太熟悉你了。 然而,如果你是他们的信息传递者,那就不一样了。 也就是说,你利用第三者的力量,如果你的计划中更多的利用第三方力量,你的计划就会有力量的多。 你谈论你的知识团队,谈论他们的成功,但是一定要记住,不要过多谈论你的知识团队,而过少谈论那个和你一起工作的人。 那位即将走进客厅和新朋友见面的人,他才是你的超级明星,他是你的导师,是你的英雄,他才是你真正要谈论的人。 然后,你可以继续谈到你的团队。 你说,我发现了一个人非常成功,而且乐意教我们一些东西,今天我要把这些信息传递给你们,我要告诉你们,他们教给我的成功方法,来实现你们的梦想。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和我一样,当我开始生意时,不知道为什么,我每次和推荐对象见面,给他们讲几话,总觉得他们是巨人,我却感到自己很渺小,无足轻重,我太年轻,毫无成功经验,无法令人信任,这些问题是否发生在你们身上? 我记得我下面有一位翡翠领导人,住在加州的一座海边城市,他的豪宅价值上千万,陀落在山顶上,美丽的海景尽收眼底,他专门设计了一间房子来摆放望远镜,让他可以看看当天的海浪是否漂亮,来决定要不要起床。 如果海浪不错,他就会起床,去海滩玩冲浪,如果海浪不怎么样,他就回去继续睡觉。 而我当时开车,从我那六十平米的小房间,来到他的豪宅,给他讲计划,给他讲如何能成功呢? 想象一下,简直太荒谬了,当我把我那辆破旧倒极车停在他的门前,如果我想的都是我自己,他肯定会看着我,心里想,这个小子到底有什么可以跟我分享的? 即使到了那一步,我还是做了同样的事情,把我送到今天这个地步的东西,和继续帮助我们走向成功。 我是这样看的,这是我生意的对象,大人物先生,不管你在自己的领域里是否已经得到了很多成功,有很多权威,当你离开你的专业,不管你是医生律师还是工程师等等,你都会从这种感觉去到那种感觉,因为这对你来说是新的。 所以,你要谈论你的团队,不管是谁,只要他来跟这个新朋友见面,你都可以推动他,你谈论他们的成功,他们的领导力,他们手中拥有的答案,你让新朋友看到,这个人,这个团队是如何帮助他们实现梦想,帮助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。 我来到这里,仅仅作为信息传递者,只是给你们带来信息,接下来,你们想见到那个人吗?我会尽力去安排,尽管他们很忙,当你停止做那个无所不知,无所不能,当你天悲自己,你们讲的计划会改变一切的,团队比任何人的力量都更大,推崇的力量,我可以把信任度传给我的领导,以便那个人想来见我的领导人,这实在太神奇了。 我在和生意对象讲话的时候,经常这样说,我的领导人教我这些,我的领导人告诉我这些,我经常谈论他们,谈论他们如何了不起,如何值得信赖,帮助了多少人,你跟他们合作可真是荣幸,他们可以帮你们达成刚刚你说的那些东西,猜猜看,他们接下来想要做什么? 他们一定在想,什么时候才能摆脱你,然后跟他们见面呢? 然后我会说,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想法,我们这个星期刚好有个聚会,你们有机会见到他们,现在他们就来了。 当你把你的对象介绍给领导人的时候,要怎么做呢? 这一步是很重要的,你不应该把推崇颠倒过来,很多人都会把这一步弄糟。 有一些朋友把推荐对象带到领导人面前,就开始推出那个推荐对象,因为他希望领导人能为他们带来高质量的推荐对象而骄傲。 让我给你介绍一下,这位朋友非常厉害,他很了不起,拥有五家公司,他这样他那样他很忙的,但是他还是挤出时间来见你。 这样说的话,我把力量给谁了?给了我的推荐对象,这样做聪明吗?不聪明,他会感到骄傲吗?不会的,我应该怎么做呢? 我应该说,我们非常幸运,我曾经告诉过你,我的这位领导人帮助了很多人成功,现在你们有机会见到他了,这样的话,我把力量给了谁呢?给我的领导人。 而他拿过来所有的可信度和推荐以后,应该怎么做呢?他有一个任务,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,要把推荐还给你们。 他会对你的推荐对象说,我来讲讲你们的朋友吧,我知道你们一起上学,我知道你们着急相处,但是让我告诉你,他们正在成为优秀的生意人。 让我告诉你们,他们是多好的系统学生,让我告诉你们,他是怎样我这个生意做成功的,说实话,你们能成为他的团队一员, 被这样的人领导真的很幸运。突然之间,在你的新朋友眼里和心里,你的可信度直线上升,忽然之间,他们愿意倾听你了,而在这个之前,他们根本不在乎你的话,因为你把力量转移到领导人身上,他们又把这个力量转移回来给你了,这样,你就处于一个更加具有影响力的位置上,你把你的新人带上来,领导他们。 对于那些讲计划时,不断讲自己的人,我感到很可怜,他们想方设法让生意发展,却不明白推崇的力量,不懂得利用团队合作的力量,以便他们工作更有效忍。 所以,这就是第三步,推崇你的团队。关于这个步骤,我的最后一句话是,每个人都会呈现自己最好的一面,所以你永远不要比较。 当你和人们比较,你总是拿自己的内在和别人的外在进行比较,所以我们总是输。 每个人总是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,他们是不会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人们看的,他们会把弱点埋藏起来。 所以,所有人,即使那些力量性的人,他们内向已经很有自信了,如果他们知道一个支持团队在那里,他们会更有信心的。 当你推崇团队时,人们就会心想,我不是固军奋战的,你是在为你自己做生意,但却不是一个人在做,你还拥有一个支持团队。 第四步,我们要讲第四步了,就是讲计划。 我希望你们明白,前面的三个步骤,交朋友,找到和培养对方的梦想,推崇你的团队,这三点应该从此至终贯穿我们整个讲计划的,他们是不间断的。 现在你们讲计划了,这是非常关键的,你们希望把自己的推荐率提高一倍吗? 关键在这里,当你看问题的角度变了,事情就会完全不同。 大多数人都把讲计划理解为销售这个计划,实际上它根本不是这个意思,是人们遇到的最大挑战,即使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这么做,他们还是这么做的。 我曾经看到我们一个伙伴讲计划,可以肯定的是,他是在销售计划,他推荐两个人,很好笑,他推荐两个本来不应该加入的人,因为他把计划卖给别人,他把这个生意机会卖给了别人,他告诉他们,会得到这个好处,那个好处。 所以他们加入了,但他们根本没有梦想。 当我见到他们时,我尝试去寻找他们梦想和需要,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梦想,我就问,为什么你们要加入呢? 他们说,因为那个人说服了我们,我们应该这么做,我们应该加入。 我对他们说,你们不应该加入,你们只做一个购物者就行了,可以使用产品,我寻找的是有着梦想,目标,怀着激情的人。 我们很高兴你参加,但是你们作为购物者而参加就可以了。 那两个人对我说,这样太好了。 聚会结束后,我的伙伴对我说,在你来之前,我的生意比现在更大。 我说,哦,幸好我们只是在这待两天。 我说,你花了太多时间,让这些人做事情,你完全可以把精力放在那些有梦想的人身上,帮助他们实现梦想。 有趣的事情是,当你的推荐率最高的时候,往往是你刚开始生意的时候,你知道为什么吗? 那个时候,你们很兴奋,你们懂得还不够多,不至于去销售这个计划,你只是很兴奋的逢人便说,这生意太棒了,买点产品吧等等。 人们会说,好吧,你们还不知道足够多的东西,来销售这个计划,你们的生意的时间越长,你们的计划也就越长。 因为每次参加聚会,你都会积累一些东西,再积累一些,再积累一些。 你知道,公司总部占地多少万平方英尺,有多少万员工,运费又是那么合理等等。 搞得听众昏昏入睡,你无所不知却无聊透顶。 不要这样做,让我们回到天真无知这个可爱的境界吧,当我一对一给人讲计划,结束时,新人很奇怪,有很多东西我怎么都不想讲的? 我说,他们对梦想兴奋吗? 是的,他们愿意往前走吗? 是的,那么的话,我们显然不需要一下子把那么多信息倒给新朋友。 我有着这些子弹,当我某个时候需要用的时候,就随时拿出来用。 但我会让计划尽可能简单,来帮助对方认清自己的梦想,看看这个计划是否帮助他们实现梦想,并帮助他们开始。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,一个简单的计划会引导人们做出一个简单的决定,当它如此简单时,人们根本不需要考虑太多,对吗? 我喜欢使用这样一个例子。 我认识一个人,进行四家福特汽车代理店。 我对他说,让我问你一个问题,如果我要买一部福特汽车,我想你给我最好的价格,你会给我一个难以置信的价格吗? 他怎么说呢? 他说,好啊,你是我的朋友,我当然会给你提供最好的难以置信的价格。 我说,好吧,我还要问一个问题,如果我和五个好朋友来到你的店里,我们每个人都会买一部福特汽车,或者不买,就看你给我们的条件如何了,你给我的条件会比刚才你的那个更好吗? 他说,当然了。 我说,很明显,你刚才给我的价格就不是最好的了,对吗? 他辩驳说,你们这么说可不公平,因为你们购买的数量多了,优惠当然更多。 我说,好的,我明白了,我还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,如果我能协调十万个人,不是全部人都马上购买,但是我们买车的时候,我们都会忠实的向你购买。 条件是,我们不仅仅得到最好价格,而且你还给我们每一个人折上返还,我们想得到一些现金,我们想从每一辆车的销售利润中分得一部分,你愿意这么做吗? 如果有那么大量的话,你猜猜会怎么说? 当然了,你开玩笑吧,我当然愿意了,没有任何广告费,就可以得到十万名忠实顾客,这是一个生意人最美妙的梦想成真。 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,我们组织上千万名的顾客通过互联网链接到所有的这些店铺,这是如此难以置信,这是最简单的事情。 人们会问,这些事情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生呢?我们以前没有组织好,让这些事情发生,我们每个人都买车,但是我们没有做好协调工作。 在你想买车的时候告诉你,你可以得到折让返还,通过这个生意,我们就可以做到,我们有那么多的杠杆,那么多店铺,分享,那么多利润,通过这个生意,我们完全可以创造财务自由。 我的生意计划就是如此简单,剩下的就是一些细节了,所以说,简单的计划引导人们做出简单的决定。 我们的生意其实是,我们或者选择购物,或者选择购物并赚钱,我们应该选择哪个呢? 这就是我们的整个生意计划,如果我们保持简单,那就没什么复杂的问题可以想了。 有些人们问题复杂化,加了很多东西进去,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细节,并不是说细节不正确。 你知道太多细节和信息带来什么吗? 你只会听到人们说,哇,这太有趣了,如果你听到这句话,人们其实会怎么想吗? 他们会想,看来我需要跟我的太太好好谈谈这事,我需要做大量研究,因为很明显,你已经做了大量研究,我可不想在你面前看起来像个白痴,我需要做相应的细致研究,才能给你答复。 所以,你们要明白,如果我们做销售这个计划,我们把计划搞得很复杂,人们的决定就越复杂,计划想得越简单,人们的决定也越简单。 好了,我们讲计划,究竟意味着什么呢? 讲计划意味着解决人们的问题,那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? 他们的问题是,他们有一个梦想却没有实现的工具,我们已经明确了一个事实,那就是,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,他们有着一个梦想,但没有办法实现。 我要通过给他们讲计划,来解决他们具体的问题。 你讲完计划后,他们会决定是否做这两件事情其中之一,他们会说,我不想做这个,这是很普遍的说法,似乎很难对付。 另一种说法是,我想做这个,或者说,我不是非常想做这个。 当你听到有人说,我不想做这个,你甚至不需要他们给你理由,因为有多少人想做这个生意的,没有,对吧? 所以,如果人们回答你,我不想做这个,我经常会说同样的话,我总是说,哦,很好啊,对方可能觉得很奇怪,我说,好啊,我也不想做这事。 如果你说你想做这事,那就显得很怪异了。 我的领导人丹恩·威廉斯叫我说,你要在他们把你搞糊涂之前,先把他们搞糊涂。 说到这里,他们就会问同样的问题了,那么你为什么还做这事呢? 我说,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,虽然我不想做这事,但是, 这些事情的分量,远远比不上我实现梦想的迫切愿望。 大家明白吗? 如果你们可以把话题的重点移到这里,让我告诉你,你的推荐率会立刻提高一倍。 你要让每个人都回答的问题是,他们实现梦想的心是否足够迫切? 你正愿意做自己,不喜欢做,不方便,不自在,没有时间感到害怕的事情吗? 如果他们只是说,我不想做这个,我可不会就此放弃。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,没有人愿意做这事,我会让他们转换一个想法。 我问人们,你在告诉我,你说你想获得财务自由,想辞掉工作,有更多时间,跟家人相处,等等等等这些梦想。 但是现在你又说,你不愿意付出努力,让这些梦想成真,你是这个意思吗? 有些人回答说,是的,的确是这样,我是不那么迫切想得到这些东西。 如果他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,他不是那么迫切想得到这些东西的话,我绝不会让他们成为我的团队成员。 所以,我们在这里究竟做什么呢? 我们是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。 首先,我们要找到他们的问题,那就是,他们有一个梦想,却无法实现。 第二,我们要弄清楚,他们对梦想是否执着,以至愿意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,害怕做的事情,这就是我们问题所在。 讲些话的时候,有几点要注意。 第一,可信度。 你要把可信度交给三个地方去,把可信度交给团队,交给公司,交给系统,让他们知道,系统已经把如何做的方法整理出来了。 第一,你们要信任团队,公司和系统。 第二,你要抱有高期望。 期望,这是如此重要,如此关键。 期望,你相信这个生意吗? 如果他对你是那么好,他对其他人也应该很好的。 有些人认为这样对别人很好,对他们自己却不够好。 这种想法是非常可笑的。 你的期待应该是。 如果他对你来讲是那么好,对任何人来说也是非常好的。 我就应该期待好事情会发生,他们有梦想,并且有激情去实现它。 因此,我希望他们很兴奋,感谢我,并开始这个生意。 所以,我不会在讲计划时使用如果这个词。 我会推荐使用当什么时候。 我不会说,如果你这么做,如果你推荐新人。 我会说,当你开始这个生意,当你推荐新人,不是如果,而是什么时候。 这是你高期望的一个标志,你是否很迫切期待这个生意? 你要点燃自己,否则人们看不到你,就不会有所行动。 他们看不到你的前进方向,你没有期望他们做成事情,因此他们也没有想达到什么目标。 所以,你要点燃自己,点燃自己,事情正在发生,团队正在前进。 不管你需要什么,才能点燃自己,不管任何代价。 所以,第一是可信度,第二是期望,第三是姿态。 你已经得到了这个星球上最好的东西,你要给他们这个信号。 我希望你在团队里,但我并不一定需要你。 你需要这个生意,甚于我们需要你,到处都是人,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人来做这件事情。 重要的不是你说什么,而是你说话的姿态。 现在,我们来谈第五点,也是最后一点。 我们已经交了朋友,我们已经找到了和培养人们的梦想,找到深层次的情感因素。 然后,我们讲计划和解决他们的问题,而不是销售计划。 最后,我们要把事情做一个小结,我们要用问题来把他们引向下一步。 很多时候,人们在前面四个步骤都做得很不错。 然后,他们讲完计划,看着新人,新人也看着你,然后说,这个生意很好吧? 当然好啊,那我们以后再聊吧。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,计划就结束了。 我们要把计划过度的行动,把它继续推动下去。 这不是跟进,跟进可以稍后再做,我们要做的是问几个问题。 第一个,很容易记住,就是,你是什么? 一、二还是三? 一代表生意发展者,三代表购物者或者顾客,二代表还不清楚,是想做一还是三? 所以,我们问的一个很简单的问题,你是一、二还是三? 问他们处于什么位置,要咨询领导人,看看你们的支持团队,具体怎么使用这个方法。 然后,我会问这个问题,我刚给你讲的内容里,你最喜欢的是什么? 这个问题可以把我们带回梦想上,你最喜欢的是什么? 有人说,我喜欢被动收入这个概念。 有人说,我喜欢你说的杠杆的力量等等。 然后我说,你为什么喜欢这一点呢? 这样,我们就可以再次回到他们的梦想上。 你是什么?一、二还是三?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?你的梦想是什么? 就是这三个问题。 你是一、二还是三?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?你的梦想是什么? 这样,我已回到他们的梦想。 我不想用销售计划的方式来结束我的计划。 我在结尾的时候提醒他们,我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。 所以要记住,在计划结束时,要提出这几个问题。 第二个问题,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。 每次只要我一问这个问题,一切都改变了。 就要完成这个过渡,这一点很重要。 我曾经向我的领导人抱怨,我的生意计划接近尾声时,感觉最不舒服的是,我不想推荐任何人做任何事。 既然我不想推荐任何人,因此事情不会发生。 我的父亲告诉我,你如果不想推别人,结果很可能是,你无法带领别人。 你不想推别人,只能等待别人来带领你,这是不可能发生的。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责任,那么推和带有什么区别呢? 他说,区别在于,当你根据你的时间表和目标来做事情,你是在推别人。 而你根据他们的时间表和目标来做事情,你是在带领别人。 所以,我们要弄清楚,他们的梦想是什么,他们的目标是什么,我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,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打算何时达成的话,我们仍然会感到自己在推别人。 我们不知道他们何时想实现目标,那我们以谁的时间表来做事情呢? 实际上,还是根据我们的时间表,因为我们从未问过他们的时间表如何。 所以,我问的下一个问题是,你想什么时候实现你的梦想? 有人说,这是个很可笑的问题。 不是的,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。 例如,有人说,我想辞掉工作,做一个全职母亲,然后我对他说,好,我们要做这个,然后做那个,等等。 这样说,仍然有推的成分,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想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情。 我们可以这样说,好吧,你想做全职母亲,什么时候开始呢? 你们猜猜看,在95%的情况下,他会怎么说? 他会说,尽快,现在,昨天,今天,尽快吧,马上就做。 现在,你看到他们的时间表如何呢? 这是你的时间表,还是他们的时间表呢? 是他们的,那么你在引导他们,帮助他们,还是推他们呢? 当然,你是在引导和帮助人们。 因为你问了那个关键的问题。 好了,让我们回顾一下,第一,你是一,二,还是三呢? 你最喜欢的内容是什么? 你的梦想是什么? 第二,你想他什么时候变成现实呢? 哦,当然是越快越好。 好了,第三步,你一字一顿的说,既然这样的话,既然这样的话,既然你想要这些东西,你想这个时候要,那么我们下一步就该做这些事情。 根据你的目标,你的时间表,让我来告诉你,下一步要做什么,来实现你的梦想。 你想做什么? 我想做全职目前,什么时候,尽快。 好,既然这样,我建议你下一步做这些事情。 当你这样说,人们感觉会怎样? 他们觉得你支持他们,他们觉得有人愿意倾听,他们感觉到这个人真的关心我们想要什么,他们知道我想什么时候要,他们根据我的时间表和我的需要,为我制定了一个计划。 我可以信任他了,我可以跟随他了。 当你说,既然这样的话,我建议你做这些事情,那么究竟要做什么呢? 只是几个步骤而已,我们需要把生意资料给到他们手上,我们需要安排一个时间,让他们跟领导人和团队见面,然后要开始这个过程。 当对方说,他想尽快得到财务自由,你就说,既然这样的话,我们接下来要这么做。 这里有一些学习材料,我要带你们认识谁谁谁,这个人我跟你谈过很多次了。 最重要的是,我们要见一些高质量的人,然后就和人们一起列名单,开始循环八部模式,列名单,邀约,讲计划等等,就是这样。 关键在于,要找到我们如何能服务人们,然后利用这个生意计划来服务别人,而不是利用别人来服务这个生意计划。 最后,还有几点跟你们一起分享,很重要的一些话语。 失败只是一个事件,并不是你个人,你的生意不如你希望的那么顺利,并不意味着你是失败者,它只是某个事件的失败,并不代表你是失败者。 重要的不是谁来讲,而是谁在听,一定要牢记这点。 在你的恐惧的另一面有着自由,在你的恐惧的另一面有着自由,你只需要面对它。 如果你希望没有人批评你,如果你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,让我坦率告诉你,什么话都别说,什么事都别做,什么人都别当,就不会有人批评你了。 我有一次听到吉利大师罗伯特书六讲过,有一个人曾经说,我只想赚足够多的钱,然后退休,什么都不用做了,他成功了。 这是一个生意,让我们有机会在生命中做一些事情,不仅仅让我们成功,还能给生命带来意义,让你的生命有价值。 我宁愿听到一千个不,而不愿意让自己说,要是当初就好了。 让我们作为一个团队,把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吧,让我们把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吧,我爱你们。